大家好,欢迎来到电影《魔后故事》,我是魔后君 上期盘点十大自带BGM出场角色的节目我觉得OK 但很多人不服《神奇女侠》最后竟然混进中国男人堆里 其实我就是想在节目里表白一下我的女神而已 你打我呀 另外《神奇女侠》也是为我接下来盘点自带BGM出场的歪国人做铺垫 那么择日不如壮日,今天我就来聊聊成龙大哥的院线新片《英伦对决》 这篇9月30号也就是明天才上映,我是提前看的,所以我的点评基本没剧透,你们放心看 影片由英国导演马丁·卡贝尔指导 成龙,前007扮演者皮尔斯·布鲁斯南领先主演 刘涛也有少量戏份,但看片的时候差点没人出来,这老年装可以的 影片根据史蒂芬莱瑟的1992年出版的小说《中国老》改编 成龙呢,饰演一个越战退伍老兵,退伍后在英国伦敦唐人街开餐馆 他的小女儿在恐怖袭击中被炸死 他想为女儿讨回公道,却四处碰壁 忍无可忍,绝望愤怒的成龙最终走向复仇之路 故事呢,基本上就是这样事儿的 考虑到这些年来成龙电影的质量,我本来对这篇没抱啥期待,但看完竟然还不错 首先我觉得这次成龙的转型非常成功 他的打斗走的不再是以往标志性的功夫喜剧路线 而是点影重重是拳拳到肉的写实风格 再加上他在片中和现实中都已经上岁数了 他被打,看得我肉疼心疼 还有就是成龙这次的表演也完全摆脱了年轻时的嬉笑怒骂 变得严肃,内敛深沉 他全片多数时候都没笑过,尤其是影片前半段 成龙通过表情,有些排山的步伐,以及有些驼背的身形 成功就塑到了一个承受巨大丧女之痛的老父亲形象 总的来说成龙这次的表演更有深度了,戏路拖宽了 成龙已经63岁了还在不断挑战自己,勇于尝试 这点真的挺让我敬佩和感动的 还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是,在我们以往的印象里 成龙在电影里是个好人形象 而这次成龙的这条故事线相当暗黑 对政府的无能,失望透顶的他 决定亲手干掉恐怖分子为女儿复仇 有点像莲姆尼森主演的《飓风营救》 愤怒值加满的成龙不再光明成大 而是以暴制暴,下手相当狠 在我印象中,这是成龙首次滑向黑化的边缘 成为一个有些悲壮的反英雄 总的来说,英伦对决让我看到了一个很不一样的成龙 我看到的是一个演员,而不是功夫演员 成龙的转型离不开影片的整体气质 全片基调的都比较冷峻,压抑沉重 冷色调居多,这让影片更加贴近真实 也让成龙的暗黑更加合理 还有我觉得这篇真的是选对导演 马丁·坎贝尔拍过《黄金眼》 《黄家赌场》两部007电影 而且《黄金眼》中的邦德就是本片主演皮尔斯·布鲁斯南 坎贝尔很擅长叠战动作、政治惊悚题材 而且很会控制节奏、设置悬念、讲好故事 这篇除了前面铺陈比较多之外 后面的节奏相当紧凑,基本明尿点 另外一个看点你们看片时可以留意一下 那就是丰富详尽的作战细节展示 比如如何组装炸药、调制炸药配方、设置陷阱 追踪与反追踪等等 比简单粗暴的爆炸要更高级 最后,我个人觉得 影片的各方政治势力斗争甚至比动作爆炸戏还好看 政治人物关系复杂,各方为了不同利益而战 同而形成戏剧张力 这点也挺像《叠影重重》系列的 如果你们了解一些英国和巴尔兰的互追时 会更好地欣赏片中的政治惊悚感 不了解也没关系 影片还是点到为止地把政治背景交代清楚了 不过有时候对白比较快 得不玩手机专心看才行 我就简单聊到这儿 如果你是成能粉 如果你是大片控 如果你喜欢政治惊悚题材 那么英伦对决应该是你的菜 我个人私心推荐 关注微信公众号CMovie 后台回复成龙 告诉你成龙动作喜剧的成功秘诀 最后说一声 我国庆期间不停更 所以你们不要催更 提前祝大家国庆快乐 我们下期见 拜拜